现在说起朱丹,大家脑海里第一时间,都会想到周一维,自从周一维参加演员的诞生一套走红后,名气可谓越来越大,甚至早已超越早时凭借《我爱记》歌词,而被众网友所熟知的朱丹。 不过周一维能走到今天,听得完全是他过瘾的演技,所以很少有人说他靠朱丹成名,两人的婚姻关系,随着周一维突然的大火,发生了微妙的变化,周一维曝光度的增加,让很多网友,认为他并不爱朱丹,所以从不在网上谈及家里的老婆和孩子,这可使不少网友批朱丹打抱不平。 当然也存在一部分坎坷,纷纷指责朱丹爱的卑微,失去了自我,为了证明周一维和自己真的过得挺幸福,朱丹曾几次向外界尝试去解释,奈何艺人的生意,始终抵不过舆论的浪潮。 后来,朱丹索性也不理会网络舆论了,默默的工作,默默地带娃,默默地承受着中年女艺人该承受的一切,偶尔闪善一家三口的欢乐时光。 虽然今年的朱丹为一直在忙着拍戏,但只要有空闲时间,都会飞回家陪伴家人,放下所有的琐碎,夫妻俩,一起陪伴女儿小小的成长。 性格比较内脸的周一维,这点跟早前同样被网友无认为,不爱已能近的琴浩很相似,不过琴浩好像突然开窍了,经常在微博上晒一门近秀恩爱,颇有种鱼目开花的感觉,朱丹表面上不在意,大家说周一维不爱自己了。 但不经一点的话语,总在默默为周一维辩解着,比如想,小丹生病哭闹,大半夜守着女儿的朱丹,提起女儿时也会带上周一维,大概在表明周一维其实一直用行动,表达她对母女俩的爱,朱丹绝对是玄契良母类型。 近日,朱丹在微博上晒聊一张女儿小小丹都个人找,虽然对小小丹并没有什么印象,总看到小小丹已经会走路了,大家还是不面惊叹,周一维和朱丹活得太低调了,转眼吧已经会走路了。 照片里的小小丹穿着一件红色鸽子衬衫,戴着一顶粉色鸭舌帽,手上拿着各种玩沙子的工具,肉嘟嘟的小身子,就这样胆定的站在大海面前,一头浓黑的绣发一时强劲,恍惚间小小丹已经不是那个光头小婴儿了。 比起小小丹罕见朱丹这件事,大家似乎更关心周一维,这部网友纷飞在评论区里留言,只是话风有点诡异,竟然还有人以为周一维不爱朱丹,评论区一时间成为了整条动态的亮点,周一维是越来越火了,但如果他不爱朱丹估计两人不会还过这么久。 很少在网上公开谈及女儿的朱丹和周一维,给小小丹起的小名为念念,念念不忘的又回想,虽然朱丹和周一维,并不倡道,像其他明星夫妻般大方善娃,可偶尔也会曝光一下女儿的日常,这种突然忍不住,要跟大家分享的心情就是爱。